这个孕妇独自在家盯着墙上的画空 旁边一本书掉到地上 把她吓了一跳 她走过去捡起来书 难闷她自己怎么掉了下来 眼睛余光看到旁边有人影 她正在疑惑的时候 后面又传来了重重的敲门声 走到门口 透明的玻璃门外并没有人 门前的树林在月光下也是寂静无声 她郁闷地关上了门 朝礼屋走去 这时 楼上忽然传来了婴儿的哭声 女主更纳闷了 我还没生啊 这什么情况 她走到楼上的育儿室 看到婴儿床上的音乐盒也动了起来 她好奇地走上前去 看到婴儿床里真的躺了一个宝宝 她不明白这宝宝哪里来的 小心地把宝宝抱了起来 等丈夫下班回到家的时候 在育儿室发现了倒在血泊中的妻子 送到医院后 医生询问丈夫 妻子做了什么导致的大出血流产 丈夫猜测 妻子可能健身 跑步了 医生却否认了这种猜测 因为女人体内的创伤面积非常大 女人醒后 只记得她看到了一个婴儿 后面就没有记忆了 丈夫感觉是妻子怀孕后出现的幻觉 他俩现在还不知道 这一切都因为家里的一个木盒 女人名叫大乔 前天她收到妹妹小乔发来的礼物 打开看 是一个木盒 丈夫孙策怎么掰都打不开 大乔忽然想玩扑克 两人放下木盒上楼打扑克 第二天 丈夫去上班 大乔自己又看到了木盒 他试着掰了一下 盒子很轻松就打开了 大乔感觉很奇怪 打开后 盒子里是空的 他不知道 一种他看不见的邪恶东西 被放了出来 就像潘多拉的魔盒 一经打开 就谁也跑不掉了 到了晚上 大家记住墙上这幅画的样子 大乔正在沙发上看书 而墙上的画却悄悄变了样子 他无意间回头 也感觉到了一样 他记得画中的女人明明是望着孩子 现在却变成了望向旁边 他站在画前 怀疑自己是不是记错了 接着就发生了视频开头的一幕 大乔住院回家的时候 小乔也来看望姐姐 孙策和小姨子尬聊 找话题谈到了木盒 小乔说 他是从一个古董店里逃到的 大乔在楼上洗漱后 暗自神伤 转身出去的时候 没注意到镜中的人目送他走了出去 午夜 醒来的孙策发现 大乔没在旁边 他起身下楼寻找 看到大乔静静地站在木盒前 孙策问他怎么了 大乔说墙上的话又变了 四个孩子现在都盯着母亲 以前不是这样的 粗心的丈夫根本没仔细看过话 他安慰大乔说 可能是记错了 第二天 孙策上班后 姐妹俩在家练瑜伽 两人冥想的时候 大乔忽然听到楼上传来小孩的笑声 小乔明显没有听到 大乔以为是自己听错了 但楼上又传来奔跑的脚步声 他赶紧问小乔 听到了吗 小乔却说 什么也没听见 他起身上楼查看 走廊里 什么也没有 笑声又从旁边的育儿室传来 大乔又来到育儿室 环视一周 也没看到人影 最后 她的目光 又落到了婴儿床上 不好的感觉再次袭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